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活到从学千年 过一些安逸的退休生活 是不少人的梦想 牢牢大半生 为的是老友所依 老友所忠 这也是政府提倡的政策 但现实又是怎样? 现在想公屋的环境好 你住这些逼迫的地方有什么环境好 未曾有精神爽利 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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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久 一去到医院抽血 只是中风也抽血 很可憐 捱了几十年来 到现在的公用 政府完全不看我们 直接当我们的老爷子 你死就你死吧 没有钱 又窮了 所以要拼着去做 我们已经20岁了 找不到东西做 这里是美站 这些人来的了 清晨的深水堡 碳档 店铺都未开门做生意 但有一班人已经埋头苦干 卫生计笨拨 找垃圾 找垃圾 撿纸皮 这些景象每日都会出现 赵婆婆每朝六点 就会出街撿纸皮卖 一撿就十四个小时 别人眼中的垃圾 她就当补 我对我说这些钱来了 我不动垃圾了 我这些钱来 道命钱了 本身在内地独居的赵婆婆 半年前在女女申请下 下来到香港 但因为居住环境太凄逼 不允许她和女女一家五口同住 要自己每月用八百多元 租住一间半间房 身无纷纷 女女的生活也慢慢紧 撿纸皮卖 是赵婆婆唯一的收入来源 有时候有二三十元 有时候有十多元 没有補的嘛 真的要省黄 人家把包放出来又吃 吃包饱了 为了省 她每餐就靠街上收拾到的食物充饥 就算过期发毛都照吃 这些粥就不行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花一点钱 买包也不太贵 你有包怎么付钱 是不是 你有包吃怎么付钱 你钱又不是这样 吃要省 有病亦没有钱医 少婆婆的右脚患有静默曲张 长期感到胀痛 本应要做手术 但手停口停 唯有继续忍受痛楚 很痛 走得很近 晚上睡觉就痛出眼眉 晚上睡觉就会反转到这里 放出眼眉 做了手术 指皮疙瘩 那怎么办 死 没有豪指的了 睡之无处睡 照婆婆在香港未住门七年 不符合申请纵援的资格 和婆婆处境相似 没有积蓄 没有稳定收入 生活足够见找的老人家 比较街市 每到中午 陈伯就会在床上开餐 烧鸭炖纸姜 还有纸姜 40元左右 在这里吃三餐 每餐食用洗多少 陈伯都要计到实 因为依靠仲缓过会的他 每日最多只可以洗70元 单身的陈伯 以前在粥面店做厨房 六年前开始失业 现时每月有2600多元的纵援 另外也有大约1200元的租金津贴 这间几十尺的板间房 月租就要1450元 生活费所剩无几 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够 不够是没办法的 你整天吵他 他都加不了多少 你加米贵、油贵 菜比较便宜 这一轮也比较便宜 早那一轮也比较便宜 大热天时 房间好像焗爐一样 但陈伯为了省电 自开风扇 房间四周都是铁丝网 用来做什么呢 第二张 老鼠走进来 挡住 老鼠咬到 那些胶子咬 咬难了 进不出来 捉老鼠已经成为 它生活的一部分 老鼠在那边走过来 有时候在下面走上来 久不久就有了 多大一只 有时候在公园走过来 眼见旧区重建 住的地方随时被业主收回 陈伯既望上公屋 最近他终于收到信 可以上楼 谁知获偏配的是一间空宅 有些在这里自杀 跳楼那些 有些被人追债 在深水堡住了几十年 陈伯始终希望原区安置 平日陈伯喜欢去尖沙咀海旁 有时候有些表演 耍功夫也有 有些 下午 热那头 在文化中心里面 有冷气 坐下 很多人在这里坐 多数上年纪那些 有时候不坐 走到码头 吹海风 心情会轻松一点 不要在家中困住 人到晚年 对生活没有期盼 或者会快乐一点 睡觉明天都不知道是否在 做人 对不对 对不对 84岁的郑幸薇 薇姐 同样靠每月 二千元左右的重门过活 她三年前 说分派到这个公屋单位 住的问题解决了 但生活问题仍然一落落 2007年6月1日开始 到现在 未曾有一天 精神爽利 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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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痛苦 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话 自己大咬眼泪 大咬眼泪 大咬眼泪 薇姐早年丧夫 独力挨戴三名子女 年轻人都算风光过 户口有200多万积蓄 但金融风暴之后 一切化为烏油 她曾经中风 最近有发现 腸壮有个楼 未知是良性还是恶性 不过 最令薇姐伤心 是被家人离弃 那女生 知道我病了之后 她说去澳洲 希望二度有机会 她说在这里 我自己找 如果给了千元 你去家用 那时候是无功换的 我自己也很愿意 我去澳洲 一去就去澳洲 她说千元都没照顾我 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性格暴躁 另一个更试过 因为问薇姐拿钱 而动手打她 一个人 有多个儿子 女儿真的好 一个人继长 两个人继续 继续 我不是什么都没人 没人 这日薇姐不舒服 自己由百亭村 走到石剑尾村 看私家医生 薇姐拿纵援 去公立医院不用钱 但她想看私家 她说公立医院去到医院 她说公立医院去到医院 公立医院不一定 公立医院不用钱 她说公立医院 很麻烦 她明知道你们没有再来 她说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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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病 少吃三个四个食材 回家自己休息 多吃三个三个食材 看得不好 就要看私家 政府给她一年五张医疗圈 250元 不够看两次医生 一个人孤零零 薇姐唯一开心的时间 是回教会 是回家 唱歌多 一声你不唱 拍手都拍到精神 拍拍子 打拍子 拍照 拍照 我们大家 你跟我好祝我 我跟我好祝你 我好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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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是谁 大小 此后一班老人家 会到附近的酒楼吃饭 40元 你拿40元 知道 听到了 这餐的开支 已经是她平时的三餐 40元 很丰烈 我爬了两粒饭 喝了两句汤 40元 梅姐在等入政府资助的安务院 不知道何时才有位 牢有所依是否真的难做到呢